感謝天恩施德 又到了我們來研究優伯賽戒經 第24品葉品 後學預計在三次相聚最多四次 就可以把優伯賽戒經 跟各位前嫌做一個概略解說 正式落幕 那當然我們還會有下一步的經典 下一步的計畫是要研討孟子 因為中興有在 希望今年的道學講座 研究孟子 各地方上如果沒有事先研討 大概進入到中興聽得懂的 應該是在極為少數 因為孟子跟論語他不一樣 論語他講了很多是生活上的道理 我們耳熟能詳 而孟子有很多時代背景裡面 在戰國時代我們比較少接觸的東西 所以沒有一個前導的話 前嫌門在於明相上 可能也有很大的一個所謂的誤差 那剛剛在未上台之前 我們前嫌有問候選 提到坊間現在極為流行的某某人的東西 可不可以看 我再一次跟各位前嫌去強調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三不離 因為不離佛堂不離經典不離善知識 台面上的講師未必各個都很傑出 但是最起碼在意理上他不會荒腔走板 他能夠站在台上講課 最起碼可以約略摸到六七分的一個所謂的皮毛 那深入與否就要看個人的體悟 所以他偏差的機會不能說沒有 我只能說不能說沒有 但是機會是比率上比較少 但是坊間有幾個所謂的電台或者書籍 那個簡直就是把佛陀的東西 做了完全的黑白的顛倒 因為我們有錄音加上我們有上youtube 所以等一下課後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前言提醒 哪一些的人的東西你不能看 哪一些的書你當然不能夠拿來作為你的工具書 我們老一輩的都無妨 最怕是你們年輕的這一輩 在參考書籍的時候 就把那些書拿過來用了 結果你也沒有辦法去探考 你面的內容的一個正確與否 你的概括承受下來的結果 就是你講出的法語會誤導眾生 那這個因果報應可能就不是 我們站在台上的人 你能想像的到了 因為法布施的功德雖大 但是產生的後遺症相對的也大 所以過造起來的時候 一句錯解五百事胡聲的公案 我們都聽過了 那還是無心之過 那我們如果在承擔責任的時候 不夠盡心努力 隨意的擷取工具書 而誤導了一些有心學道的人 那個因果報應就遠遠要大過於五百事胡聲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跟前嫌妹有提過 始法界眾生的一個身體的形象 還有你外在生存的一個環境空間 它最早造作的原因出於哪裡 包括我們的高矮美醜肥瘦 這些都是源自於最初你的一念 你的一念沒有勝負好 任憑著自己的私心去擴大了它的作用 所以念頭沒有掌控好 口與聲它的一切的作為 就開始進入到一個洋長軌道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改造命運的時候 下下著從修身 可是真的立根氣的人 他摸得著根本的他從修心從修念 只要把這一個念頭給他護持好 那麼在未來生 他都可以迎向他的光明 所以我們在儒家三教聖的經典裡面 不約而同的看到相同的叮嚀跟交代 那就是聖心念與隱為 惡亦惡於動機 在一念剛剛萌生的時候 你要小心護持 為生惡令不生 以生惡令除忘 那我們對自我的觀照功夫的深淺 就攸關你在察覺自己信念的時候 你那個懸崖勒馬的功夫有多大 那就看你自己平日 道學的積累有多深 然後你在無日三省無聲的火候的長養上 你有下了多少的功夫 這些都是成正的 這些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去出力的 這就是真正的功修功德 自信要自度啊 如果自己不努力的時候 一切都是枉然 即便是飽讀了很多的三教的經典 那也不過就是一個善的種子埋在土裡面 但是哪年哪月能夠開花結果 悠然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你希望自己在現在生 都能夠蒙受修道的好處 最簡單的方法 現在明白的道理 就要開始落實在生活裡面 於是未來生自然就會有一個力的根器 保護我們不要去犯一般人常犯的一個過錯 於是我們接著經文後面所講的內容 他說經說有四種頁 黑頁黑暴白頁白暴雜頁雜暴 不黑不白是什麼是無頁暴 這一段經文看下來 看得懂人請舉手 你們約略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真正他的由來 他是從為世三十宋裡面 他就談到這些 黑耶黑暴就是黑黑暴 在為世三十宋裡面叫做黑黑暴 然後白白暴 然後非黑非白暴 那相同的一個意思 那他的原因就是跟因跟果之間 有一個關聯性 我們現在先跟各位前嫌做了一個解說 您就會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 其實一切的經教 他萬變不離其中 但是在不同的經書裡面 他用的不同的一個名項 所以我們的道學如果紮得不夠的時候 在名項上就會被他陷入到什麼 一個困惑的地方 如果把它融通了 就發覺其實也沒有很高深的一個意理 在黑夜黑暴裡面 因為我們這邊是用黑夜黑暴 後學就不用黑黑黑暴 因為那是在為世裡面的一個說法 其實意思是一樣 前面第一個黑是種子叫做因 你當初起的念 就是一個不好的心念 不好的心念就源自於 那個念頭是為了一己之打算 因為有這個不好的一個心念 那個念 身口一三夜都稱為夜行嘛 所以你就招感了什麼 招感後面不好的一個果報 所以第二個黑它是代表你的果報 那什麼地方是最黑的地方 常講一句話 地獄黑漆漆嘛 你跑到三惡道去了 所以這個黑夜黑暴 它是專指我們在御界 御界裡面的不善的東西 不善夜 不善夜就是十惡夜 違背良心本性的種種的造作 那都是來自於我們的心性 被強烈的我執給污染以後 所以伴隨著那個強大的我執 起心動念都是為了一己謀私啊 所以自私的人當然物以類聚 就往三惡道裡面去沉淪 那個叫做因果俱黑 因地就不好了嘛 動的念就不善 遭的果報就不好 這個叫做因果報應 宇宙萬有最高的準則 那白夜白暴呢 指我們色界 色界就沒有不善夜 御界還有 你要了解 欲界的六欲天 它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三惡道 還包含我們人間的 對不對 所以跑到三惡道 它是完全純惡就不善了 所以它才會用黑夜黑暴指什麼 指欲界的不善夜 那跑到色界的時候 色界的天人已經把欲界的飲食睡眠淫慾給完全掃掉了 所以起心動念就沒有不善的那個叫做白夜 因為他沒有不善 就表示他自信被污染的情況就很輕了 所以禮無禪即称慧 無禪就是沒有羞惡之心啊 沒有羞惡之心的人在現在的社會上你看的很多啊 那個酒醉駕車的人 不論男生女生有沒有大言無禪 跟人家警察在那邊所謂的惡鬥 那些一些坊間的政客 某一己之私的人有沒有 你也看到他的那種寡怜賢恥 人沒有羞惡之心就一定有称慧之心 因為有称慧是來自於自己的私利達不到滿足的時候 他就破口大罵 所以色界以上的天人 他的自信污染的少 他欲界的欲望沒有了 所以他感召的都是善果 這個叫做白夜白報 起的念頭是善的 所以結的果也是善的 所以佛才一再交代我們嘛 未生的惡不可以生 那未生的善你要讓他生 所以二六十中時時刻刻 要時常思維善法 意念善法 確保這一顆心能夠落在一個純淨無染的狀態裡面 這就是今天我們在倒在生活當中 前嫌門要去落實的 一口氣善在一切都來得及 一旦一口氣斷的時候 那就萬般有沒有 階層前程往事 只能夠垂胸頓足毀之晚矣 那雜葉雜暴就指我們欲界 是欲界所有的善業 其性雖白而非黑 就是他在行這些善的時候 看似是利人的對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也有惡業掺雜在裡面 什麼意思 因為欲界的人他有我思 所以當他在行善的時候 他未必是純正的一心要利益別人 譬如他是為了自己要揚明天下 譬如他是為了一些所謂的 有一些修道人是為了明文立養的 他去行善的時候 有他意己的私心的存在 或者在行善的過程裡面 行為不夠妥善 譬如我們常講在布施的過程裡面 前天跟我們道清在聊嘛 好 談到我們外面有一些乞丐 他如果跟我們要分享食物的時候 那我們有沒有又一份恭敬心去給人家 或者我們不失金錢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態度 你是拿那個錢就這樣丟到了人家的 那個所謂的化原的容器之內 還是你很恭敬地蹲下去 把那個錢輕輕地放到人家的那個容器之內 這個都攸關你的態度啊 這個態度就會代表什麼 代表你將來 你所得的這個國裡面 他有善他也有惡 或許在講文昌帝君英志文的時候 曾經跟錢賢們分享過 有一些人他的財富來得很容易 別人把錢送上來給他的 那有一些人他要辛辛苦苦 做牛做馬的 才能夠累積到自己的錢財 原因在於哪裡 原因過去生在人間學到與人結善緣的時候 他欠缺了一份恭敬心 所以他該得的一些的善果他會得 可是因為沒有恭敬心 所以別人拿你東西的時候 有一種屈辱的感覺 所以今天你要累積財富 你也要承受那樣的一個難堪的過程 這個叫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不要以為我在行善 你行善的動機你要弄清楚 我們如果不弄清楚 那最後就是有一天 帶著一些善一些惡 我們以為一口氣不來 可以飄飄在天堂 可是過九陽關 善跟惡在清算的時候 你發覺善抵不過惡 搞不巧還要進天牢裡面待一陣子 那就冤枉了 那個時候你變也變不來 因為上天是至公無私的 必然是我在陰地修行 有了欠缺被上天給檢查到 偏偏上天是無所不知的 連我們睡覺做的夢他都很清楚 那你光天化日做的一切事情 他會有模糊的地帶嗎 沒有 所以前嫌門關照自己的心念 不要認為一件善事我去做 你善事的動機在哪裡 你善事行善的過程 有沒有運作不良善的本意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思量的 所以因為在欲界的善法裡面 他有的時候有好的一個開始 在行進的過程 未必還能夠如理如法 甚至事後他懊惱了 他後悔了 各位前嫌那果報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叫做雜葉雜報 善惡交雜 好 所以這三種都是什麼 談的都是六道輪迴的有漏夜 有漏夜就是有煩惱 有煩惱就脫離不了生死輪迴 所以第一個所謂的黑夜黑暴 感召地獄的苦果 那是不言而喻的 即便白夜白暴 還有雜夜雜暴 他們是有善行在裡面 可是因為他的善還不夠純正 所以他感召的是三界六道的什麼 所謂的輪迴生死法 換句話說你行的善 是中仁天的福報 那我要請問各位前嫌 你們道理已經研究了這麼久 你們還希望在這個三界六道裡面 不斷的輪迴嗎 我自己本身曾經約略知道 一兩位婆有什麼根氣來歷的人 都是天人過來的 那不是我有神通啊 我沒這個本事啊 是一個特殊的姻緣 先佛無意當中告訴後學的 把人名都點出來了 我也查證過確實有這些人 但是小的時候根氣如此之力 而後呢 而後就不堪入目了 那來人間本來是要學習的 可是靜默者黑啊 來得就未必去得得 所謂的去得得還能夠回到他原來的位置嗎 那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你要讓自己 你的願力能夠源源不絕 那無非就是菩提道的種子要生根 你的意理一定要清楚 再一次提醒各位前嫌 以你我的修為能夠回都帥陀天 講一句話不是讓你們生氣 我們不夠資格想都帥陀天的天福的 都帥陀天是玉界第四天 往生玉界第四天 福根會要雙修的 有會就一定有定啊 那我們一般人都偏於福啊 那你沒有會怎麼有資格往生都帥陀天呢 那就是祖師的弘辭大怨 所以你我要長懷一個感恩的心啊 那既然知道我們欠缺哪一方面的修為 那眼前不要讓自己好好去努力嗎 仰仰我們的自立自修 如果往生到都帥的內院裡面 表示你福跟會是齐頭並進 那外院都是有福啊沒有會 有福沒有會時間一到 再來人間輪轉的時候就沉淪了 所以這三種雖然好 不能講雖然好 因為第一種是完全不好 這個一口物啊播出去 這就變成邪說了 所以錄影也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這三種是給我們一個參考 那不黑不白呢 不黑不白指的就是佛法裡面 我們持的那個戒律 無露清淨界定會 因為這三學裡面 會讓我們在學到的過程裡面 把負面的情緒 秉性給劃除掉了 所以你就不會感召 三界業內的什麼 那個果報 你沒有六道輪迴 你的修為界定會 三學是淨化貪生吃三毒 所以三學叫做無露會 無露就是沒有煩惱 那怎麼去判斷這個不黑不白 就是指無露會呢 因為在大制度論裡面 他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有露葉黑白相對 這一句話 你們有心要學練講的人 你記在這個講錄上面 因為後學的優婆賽戒經 完全依照太虛大師的版本 做一個排列 所以他沒有補助的東西 後學沒有放進去 所以這個你們要放上去 理論就很清楚了 所以無露葉 我們在修出世法的時候 都講 在人間後天當中的點點滴滴 三界之內 他都是善惡相對應 對不對 可是 跑到四聖法界的時候 一直在往上提升 你提升的過程裡面 就是要離開對待 我們常講的一句話 非善非惡嘛 六祖心 彈經 新優品 開頭便講 不思善不思惡 當下就是上座的本來面目 因為你要修這個 初六道輪迴的無露葉 你一定要離開對待 離開對待 就是能夠慈悲喜捨 四無量心的 那個捨心你要現前啊 我們如果有善惡對待 看到好人 我們滿心歡喜 看到惡人的時候 就一臉怒容 或者充滿了不屑的表情 這些都不是一個修道人 該有的一個什麼 該有的一個氣度啊 所以這邊會用不黑不白 很明顯的以大制度大制度論來講的時候 他談的就是一個無露葉的 解釋就很清楚了 所以黑夜黑暴著 所謂地獄 地獄的三惡道裡面 它是最低層的 從地獄裡面又分出了無間地獄 還有什麼 還有阿鼻地獄 那有的金本也會把阿鼻地獄 翻譯成無間地獄 那你要從經文裡面去做判斷 那在優婆賽經裡面 它是明顯的告訴你 他這邊的阿鼻地獄 跟無間地獄 它的定義是不一樣 那會跑到地獄道的人 那是怎樣 純什麼 純惡念 沒有一絲正念 前嫌門看這一段經文 你可以去看後學整理 優婆賽界經裡面的 不是優婆賽界經 任言經的第三冊 如果你要把這段經文了解得很透徹 你們去看任言經的第三冊 它裡面談到的始法界的上身 還有沉淪的來龍一個去夢 你劇足的條件是什麼 就會掉到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或者是往上升到什麼樣的一個火候 那一段經文解釋得很清楚 那白夜白暴是指色天 因為玉界六天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所謂的 彩色這個飲食睡眠 還有這種所謂的男女的情慾 還不夠純正 色界也尚沒有 雜夜雜暴就談到了 玉天人中畜生惡鬼 那這邊就沒有把地獄放進來 照理說玉界六天裡面 他寒了寒了所謂的人 我們這個地球天 還有三二道都寒在裡面 他為什麼把這一個 三二道裡面的地獄道拿出來 因為進到地獄道裡面 他是純情無想 人言經講的 都是為了一己在謀私利的 沒有一點正念啊 那個想就是沒有正念的意思 所以他就感召地獄的果報 可是畜生跟惡鬼道的眾生未必喔 他們最初的念不好 所以感召了畜生道的身體 感召了惡鬼道的一個苦果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一意謀生念頭 把這個身體創造出來 創造出來以後 這個身體又會伴隨著 很多不同的一個想法 你看我們有人生 表示我們有持五戒 但是因為不究竟圓滿 最後在我們這個人生裡面 他又有分善人跟惡人 惡人就是惡念多 你看畜生道裡面 不是也有很好的一個視線嗎 狗 你看到了沒有 狗的忠誠啊 我家曾經養過狗 喔那個狗是忠的 然後我們也看過 現在有一些的其他國外 那個主人死的時候 你看那個狗守齡有沒有 活活把自己給餓死的他有 狗會忠心為主啊 所以跑到畜生道 所以跑到畜生道 雖然有這麼一個所謂的 畜生的身體 不代表他以後的行径 完全是惡的 所以他還會有善的行為在裡面 譬如說我們不是也看到 有一些動物 他會護養其他的 你有看過我們所謂的狼人嗎 那個狼人就是那個小孩子 在森林裡面被那些的動物給他續養了 那不是也有慈悲心嗎 所以這邊是雜葉雜暴還含著什麼 畜生道跟惡鬼道 那鬼道的眾生裡面 他是過去生曾經自私 地獄道的苦行受完 再去承受鬼道的 所謂的流離失所的一個夜暴 可是他那個善良的本性沒有去掉 沒有完全消失淡盡 所以有的時候也會見人在受苦的時候 他也有一念的慈心的 然後不黑不白無報這個叫做無漏 無報就是不定報 他的報果什麼時候成熟不一定 要看你自己的努力的情況如何 就像你我現在我們叫做修無漏業 我們不是要修有漏業 我們要出三界的我們目標在這裡 我們的目標在這裡的時候 那我們在行進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同時到達目的地嗎 不會 我們起修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的成就到達的這個目的地的 前後的次地就不一樣 這是跟各位前嫌去解釋這段經文 下面是補充的其實不很困難 你們看一下就好 所以善男子若人不解如是夜緣 無量是中流轉生死 我們如果不能去了解 什麼樣的因會解什麼樣的果 我們就會在善果 善因善果惡因惡果 雜葉雜暴裡面去徘徊流轉 善積了我們就想人天福報 惡作的夠多了 我們就墮落到地獄道三惡道裡面去受苦 所以你要去理解 我們的坐在這裡 我們的目的在於修一個無漏法 那無漏法漏叫做煩惱 於是我們要讓自己的煩惱降到最低 你要把那個我相給拿掉 那個我相拿掉 你在行一切善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清淨行 清淨行是你在行善 不寄望人間的明文立養 你只求藉由行善 往裡面去改習性化比性 所謂的不失度間貪嘛 以這樣的心念去落實自己每一個善的行為 那個才叫做無漏夜 所以你不可以駐相去行不失 駐相行三失的 所以不解如是夜因緣者 雖身非想非非想處 受八萬劫 伏盡環道環墮惡道故 如果我們不了解因緣果報的由來 你誤以為只要勤陪福 或者勤修定 就能夠得到永生的快樂 佛講不可能的 即便你的定功達到了最高的一個 四禅八定裡面的四無色定 那你也不過就想 無色界八萬大劫的天福 天福想盡呢 那個潜伏在阿賴耶士的惡的種子 它又開始起作用了 所以這個夜緣要清楚 那我們一直在談夜因跟夜果 那緣從哪裡出來 緣就是煩惱障跟所知障 那這兩個的障礙又從哪裡原生 又源自於我值嘛 所以不論你從哪一個地方去切入 談到最後面 終結出來的一個重點就是 凡夫啟修 你出三界最小的一個成就 你要具備的條件 就是沒有我向沒有我值 那沒有我值 你何有錢財觀 對錢財就沒有什麼 沒有執著 錢財不就是滿足這個色身的需求嘛 你也沒有情愛的掛愛 情愛的掛愛 無非就是某某人投我的心嘛 你才會有這麼多感情上的一個束縛嘛 這兩關都沒了 最後面你沒有我向你就知道 所謂的四大甲合肢體 是我們的原神 他來到這個地方 讓四大甲合肢體 他有生長的一個現象 等原神他寄居的時間到了修煉的過程 圓滿了他離開了這個四大甲合肢體 四大甲合肢體才有了毀滅 我們稱之為死亡的一個現象嘛 所以真正的主人是那一點靈光 但是大部分的我們 即便明白地水火風 腹肌母血虛幻之物 然後在現實生活裡面 依然被這個身體 你綁得動彈不得 別人你不要看 你看自己最好 所以每一個境界動的一個念 你不要光看那個境界 而是要看 為什麼這麼一個境界風的吹動 會帶起我這樣的一個心思 你對你每一個念都能夠掌控的很好的時候 就代表你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在去化第六意識的主觀意識 主觀意識就來自於自我的一個思維的角度 我那天早上起床 猛然想到一件事情 不太舒服 那個感覺不是很好 那個感覺一起來你就發覺 我每一天在練三寶心法的時候 很快就能夠契入到那種 所謂的 比較那種愉悅的感覺 無事一生親的感覺 可是就一個念頭的一個起來 我們勒不住的時候 然後那種愉悅輕生的感覺 就以你而去 我最後要用將近一個多小時裡面 破那個念頭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都認為 哎呀我們修過某一個境界了 你在沒有達序頭環之前 你的念都還在什麼 還在前進後退 洗洗浮浮當中啊 所以有境界沒有不好 因為有境界才可以察覺出 你我的盲點在於哪裡 我們都在可讀可聞的六成境裡面 六成境哪一個你看不到 都看得到對不對 然後你忽略掉 在六成境裡面 誰在掌控這一切 應該是那個不賭不聞的自信 所以在可讀可聞的境當中 你要看到你那個不賭不聞的自信 時時刻刻讓真主人去抬頭 那我們就成功了 只是這麼一個掙扎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投入很多的心力 佛魔交戰絕對不是一氣就能呵成 他是在不斷的去累積自己的公恨裡面 最後我們就基歸部之行 而可以成就千里之遙了 這是談到你要了解因緣果報 他的一個由來 所以自己做的自己瘦啊 好的你未必將來會繼續擁有 因為現在身還有很多的惡念在 但是現在造的你沒進化掉 你未來一定會繼續承受 所以善男子 一切魔化無勝於意 這是佛陀在講 這個宇宙一切萬有 會形成這麼多琳琅滿目的畫面 我們看到多數畫面 現在站在台上看你台下是一個畫面 您在台下看台上不也是一個畫面嗎 那這樣的一個畫面 它代表的是一個善的表征嘛 最起碼您今天來的時候 應該是為了要參班要護到 大概要為那午餐而來參班的人 放眼這麼多人只剩一個我啦 你們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你的意念在這一刻的時候 它是乾淨的 可是坊間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它不也是意念造成的嗎 那個意念就是惡念所產生的一個惡果 所以你不護持自己的信念 你未來會沉淪到哪裡 它都還是一個未知數啊 一句話都會造成很大的後果 因為那一句話是來自於你的念 在佛經上記載一個故事 在琵琶師佛的時候啊 有一個有一群的出家眾 在跟著琵琶師佛修行 那有一群的商人 要到外地裡面去經商 要去經商的時候 就先到這個僧團裡面 要去供養這些的出家眾 因為他們前信佛法 他們在供養的過程的時候 非常的竭盡心力 然後這一群的商人 行完供養之事 就出海裡面去經商了 也因為他們對於佛法的一個 所謂的恭敬 對於三寶的一個禮禁 所以出國去經商以後 又什麼獲利滾滾而來 所以回國以後 又來到僧團裡面 又開始去供養三寶 不但在飲食上面 極盡的一個所謂的圓滿 他們還留下了很多的金銀珠寶 所以這些都是多虧著佛菩薩的庇佑 才有這麼多的生意上的裁員進來 就留下了很多珠寶 擺在僧團裡面 那以後能夠繼續供養出家眾的一個修行嗎 那三團一定有一個負責的人 於是呢 就把這一堆的金銀珠寶 眼前花不掉嘛 就把它寄放在一個特定的出家人身上 擺在那個地方 結果經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這個廟裡面的財物的供應不夠了 就需要動到這些珠寶 於是主侍者就找這個人過來 請他把那些珠寶拿出來 結果這個主侍者脫口講了一句話 你講的是什麼史話 史話就是大便的話了 意思你的話是廢話了 對不對 你們哪有珠寶擺在我這裡 這些珠寶是當初那些商人 他們要來供養我的 所以你們欠缺是你們要去想辦法 怎麼可以把別人要供養我的東西 你們認為是你的東西呢 他就拒不交出來 所以以一個出家眾跟著佛在修行 他尚且有如此的惡心惡念 您對於你自己 你就認為我親了口就沒事了嗎 你的信念不要更為謹慎小心嗎 那重點就在於 他出了惡口 他對了人家修道人家 你吃屎啊 講的都屎話 然後又因為他侵占了 三寶的一個公款 所以死後 他就墮到地獄裡面 受盡了無量的苦行 每一次的有佛來降生的時候 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他就降生到地獄的苦行受完 他就輪到畜生道裡面 在那個大便坑裡面 變成一個四角蟲 然後不斷的在便坑裡面 四個牆壁裡面 就是四周圍去爬行 飢餓就吃屎裡面的 糞坑裡面的跟屎尿 每一次佛來到人間 注釋講經說法的時候 都會帶著弟子 過來到這個糞坑 講這一個修道人的什麼 一個所謂的 淒慘的一個遭遇 釋迦牟尼佛說 到了我的時候 我也要告訴你們這個故事 他還在那個糞坑裡面爬 那賢劫遷佛完呢 還未必出脫的了 那本來多道 侵占公款有觸道生 為什麼偏偏跑到糞坑裡吃屎呢 因為前面那句話 所以細虐之詞要少一點 當然他是惡心啊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想你們沒有聽過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談 修道人你要盡言盛行啊 你的一句話 來自你心裡面的念 你的念就把你未來的世界 給鋪陳好了 所以我們將來要去哪裡 你現在只看你自己 你念念相去的是什麼念 那個念頭乾不乾淨 不乾淨呢 不乾淨 將來就去一個不乾淨的地方 所以 易化煩惱 煩惱化葉 當我們有了這個念的時候 那個我思沒有去掉 就會為了自己的思力 起種種的煩惱 這個煩惱會逼迫我們 這個所謂的話就是 逼迫我們去造作一些行為 葉則化身 有了行為 就種下了你將來 四大甲合肢體的一個樣子 因為你有具體的一個作用了嘛 所以 貪因緣故 色身妙好 威夷祥訊 賢賢們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貪不是好事啊 怎麼會色身妙好 那是因為 當我們貪吃的時候 譬如後學 我進佛堂第一個動作 會進廚房裡面 跟無畏師打交道 先看一看 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好用的聯絡感情 那為了要謀義己的 飲食的一個豐富 所以 你那個臉一定要裝的什麼 笑容可居嘛 你會臭著臉進去問 今天有什麼好吃的嗎 應該不會 我們為了要謀名謀利的時候 搶從別人那邊取的東西 你要故意裝的那種 中規中矩 千功和矮 他這個貪是這個意思啊 換句話說 你這些所有外在的一些的行為 他是不乾淨的 裝的很慈悲 裝的很善良 實際上 你的原因是貪 那我是貪吃啦 那如果貪明文利養 都沒有離開這些 那稱音緣故 色身粗惡 威夷相報 他稱音緣就是進階風 不能滿足我的私欲 與我的利益產生衝突的時候 我就勃然大怒 那個表情就不好 出來的聲音就很粗暴了 那如稱吃也是如此啊 如果我們執著某一樣東西 我們意理看不透 那我們的一切作為就跟稱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貪的因緣 後面的色身妙好 威夷相訊 他也不是正面的 不是正面的解釋 所以無量世界 136地獄處 前賢們看一看這個數字 地獄不是只有地球有 無量的世界統計出來 有136個地方他有地獄 所以他方世界有沒有有情眾生 有 只是我們的太空說飛不到那裡 只是用我們現在的科學儀器探查不出來而已 那這邊的地獄就觀惡人 那邊的地獄也在觀惡人 所以無量眾生無量惡鬼皆因夜作 無量世界裡面的三惡道 或者有情眾生或者人天福報 都是你造作善業或者惡業而得的一個果報 所以無量眾生獲得解脫 亦因於夜 同樣的 在無量無邊的世界裡面 也有一些有情眾生 他不甘於六道的輪迴 就像你我一樣 他發心修道 最後因為他的精進 氣而不捨 他得到自在跟解脫 那那個也是業啊 不過那個叫做善業 不應該叫善業 善還有惡業相對 叫做無肉業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善惡也是業 善也是業 我們就回想起 楞言經裡面 他有這麼一句話 始辱輪轉 生死結根 惟辱六根更無他物 造成我們在六道輪迴 生生死死 穿梭不停 最大的一股動力 就是我們的六根 我們的眼耳鼻舌聲 對應色聲香味觸的 五成禁的時候 那一個第六的意識心 起了分別對待 他就在一切的六成禁裡面 他就蒙上了那個法成了 法成就是不乾淨了 那無上菩提令辱素贈 安樂解脫 易辱六根更非他物 所以成也是消和 敗也是消和 到三二道裡面去受苦 在六道裡面去輪轉 或者到四聖法界裡面 不斷的往上提升 都源自於這個六根 所以我們要不要善用他 你今天動一個善念 有一個善行 種未來的好的一個去路 他也是過一天 朝思暮想 只是想怎麼樣吃飽的喝飽的 只是想要重情於深色 你也是過一天 那這種重情深色 帶來的結果是什麼 你有善也有惡 那不論你的善惡 佔的比率多少 光一個重情深色 我們有放縱一己之心的時候 你就在六當中 你出不去 因為六道裡面一個欲界 就是因為欲望而有的 所以我們的年紀越大 我們的欲望要越來越少 那什麼叫做年紀大 八十歲叫年紀大嗎 五十歲叫年紀輕嗎 八十歲說不定後面 人家種的福報 可以活到一百二呢 五十歲說不定你福報用盡 五十一就走了呢 什麼叫年紀大 你又不要在數字上去打轉了 你在學道的過程裡面 寡欲就是你奉行的作用你 十一住行上面要寡欲啊 所以根成同源福托五二 根成六根六成 剛剛講六根一模生 對不對 是你一念所造成的結果 那六境呢 一切法從心享生 依報世界 都是一心幻化而成的結果 這一心如果來自於人心 它就善惡交雜 這一心如果是來自於真心 它就清淨無染 清淨無染得到的是解脫 善惡交雜來的什麼 來的就是一個束縛 就是不自在 所以四個字看破跟放下 道理越來越明白 在日常生活裡面 要劍刺放下 不要有太多的黏著 所以善男子 事實善道有三事 這個實善道 它可以有三種的功能存在 哪三種 一者能遮煩惱 遮就是不要讓它起來了 祝人為快樂之本 一天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 心裡面就覺得很坦然 我禮拜一 沒有好好認真讀書 就比較放鬆 因為上一個禮拜 覺得好像讀書的時間很多了 偶爾要稍微放鬆一下子 就讓自己這樣子吃喝拉撒睡 在屋子裡面過了一天 到了傍晚的時候 心裡面略有不安樂 就給自己一個助導 明天要發奮圖牆 你看一日不休 一日無功 那個無名的煩惱就起來 那昨天呢 禮拜二禮拜三 就還不錯啦 還有看一些東西有沒有 就覺得好像淡化了很多啊 所以二者 當我們起善念的時候 就表示我們有善心了 對不對 然後能增長戒 諸惡莫做是戒 眾善奉行也是戒 所以該做的不做 那就是戒律不夠清淨 所以我們如果行十善道 十善道就是所謂的 身口液 這個三頁都落在唇善的方面 就如除毒藥 你能夠落實十善道 就如同你在人間游泳的除毒藥了 除毒藥就是現在講的解毒啦 現在不是流感很多嗎 溫差很大 大家都怕感冒嘛 我們要打一些的免疫的藥 來增長自己的怎麼抵抗力啊 他說阿茄陀藥 阿茄陀藥應該是印度那個時候 可以解百毒的一種藥 這個可能有一些藥它具有這種功能 譬如退燒藥就可以退什麼 退所有的燒嘛 熱度把它減掉 那神咒就是指咒語了 每一個佛菩薩的咒語都可以除毒 因為最大的毒來自於我們的意念 而咒語可以讓我們在意念上 為生惡令不生惡 以生惡令除 持咒的目的在於這裡 所以這個咒就是我們道場的五字真言 大家要常常去持誦 意念乾淨就不會有那個不好的一個行為的造作 沒有不好的行為造作 你累積的修行都是步步往上提升 那第三者真實 這個真實啊 後學思慮了很久 因為太虛大師他沒有解出來 坊間關於這本書的註解 有 但是一個是旁門左道翻譯的 那個不能看 裡面簡的就是在曲解佛陀的東西 那有的解的有沒有 可能也不太合適啦 也是所謂的把經文完全拿出來 那後學在思索 他應該是了解 應該是提醒我們 如果我們對宇宙的真理 有了一個真實的認識 一切的惡業你不會造 那這個真實代表就是萬法皆空 所有因緣合合之物 緣起佔有 緣滅則無 只有那一點靈光 不生不滅 他不予萬物為旅 他超然於物外的 所以當你了解這麼一個真實的意理 你安住在這個上面 這顆心不再動了 時時刻刻 不要讓外面的物質的東西 靜的變化 牽動這一顆心 你就不可能造惡業嘛 所以若人善修不放義行 不放義就是夠精進的 一個人在學道的過程裡面 能夠真正的精進勇猛 他很快就會聚足正念 正念就是不落在惡的一念 他就是念念相续都是善念 所以分別善惡 當之世人絕地能修十善業道 他有正念就代表他有正見 因為有正見才能夠判別是非好壞 對計才不會動錯心念嘛 這樣的人才能夠真正的去修十善業道 所以多聞為入道之本 我們如果不能行十善業 你怎麼可能能夠有出 所謂的三界六道的機會 而你要出三界六道輪迴 你要先具足正見 有了正見才會讓自己那一顆心 不再虛無飄渺隨進流轉 時時刻刻以正見作為自己的前導 言行舉止就有什麼 有模有樣了 那若多放義 如果不休精進 三天打魚兩天散網 孔夫子他在書裡面曾經講過 三日不讀書便絕面目可正 意思是說在極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如果不讓自己去 引用這些聖人的知見 我們就很可能放縱自己的行為 行為一旦有偏頗 他行諸於外的那個磁場氛圍 就給人感覺蠻不良善的 所以修道能不能成功 或者先後抵達的次序 他並不是先學到就一定先能夠成道 未必 而是在於你有沒有精進心 從頭到尾的時候 氣而不捨 如果精進心勇猛 你也可以後來居上 釋述 釋迦牟尼佛跟米勒菩薩 不就是米勒菩薩先發心學道嗎 結果誰先成佛 釋迦牟尼佛 那人沒有精進心的原因 他造成的結果 他一樣就是沒有慚愧 沒有慚愧就是沒有修惡之心 放縱自己的心念 所謂的這個天馬行空有沒有 只要自己想起來很快樂 什麼都敢想 什麼都敢想 最後就什麼都敢做啊 那信心呢 這個信心就是 無有慚愧以及信心 這沒有信心的意思 對道沒有信心 所以他就不能堅持到底 當之世人決定能做 實不善業道 所以我們剛從光陰天下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次第 剛開始沒有人做惡眼 還保有那個光陰天天人的那種修為啊 他只是天福享盡嘛 光陰天是色界惡禪天 剛剛講嘛 白夜白暴嘛 天福享盡才墮到人間來 他剛開始也是能夠保有自己原本的那個修養 可是來到這邊的人越來越多之後 就開始過去的固態附謀 潛藏在阿賴也是沒有去化的我之起了作用 於是又一步一步有沒有 就堕道 從人法界跑到了三惡道裡面去啊 羞愧之心沒有了 所以事實夜道 富有三事 他說方便根本成義 他說要做圓滿 這個十三夜道或者十二夜道 他有三個條件 這個所謂的方便根本成義 談的就是你的動機 還有你在做的過程 還有事後的態度啊 所以 若富有人 能勤於禮拜供養父母 師長 和尚 這個和尚 就是我們現在常看到的出家和尚的二字啊 有德之人 失憶問訓 面對那個遇到困境 你能夠去跟他安慰的人 叫做失憶問訓 言則柔軟 你用很多溫柔軟語 四色法裡面愛語 跟對方寒暄 跟對方慰問 這個叫做方便 這是你開始做的動機 然後呢 若做已盡能修念心 歡喜不悔 事明成義 我做完這件事情以後 然後我念之在之的 提醒我自己 這個善心要常住 我不為我剛剛所做的善心 有任何懊惱之心 這個叫誠意 這是你事後的一個態度 那根本呢 根本是我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專注 還是用散漫之心 那天在這邊廚房裡面洗青菜 在佛堂裡洗青菜 我已經是非常認真了 我在家裡洗高麗菜 我就告訴你 我就一遍把它解決掉 我連第二遍我都喊得很懶得去弄它 我在家裡洗菜 吃青菜是隨便 到了佛堂 因為他的這個 廚房很大 清洗很方便 所以有沒有 就多洗了幾次 其實這個多洗幾次 就是從 曾經進入廚房 發掘在廚房做無威師的淺顯 他們在烹調料理的過程 從洗到切到烹飪 那個是全副的一個專注 唯恐一個不留神 好像做出來不太好吃的東西 那也是從淺顯的身上學來的 如果沒有看到那個良善的螢幕 我就把我家裡的那一套放上來 洗一遍就好了 那麼浪費時間做什麼 反正也沒有看到有泥巴 高瑞菜要看到泥巴 不太容易的 所以這次講整個的行進過程 那各位前嫌 那就有可以讓我們反省的地方 有的時候我們要承擔一個工作 很高興 運作的過程 一點點的不如意有沒有 就滿心的不歡喜 就很懊惱了 注意到沒有 所以才講雜葉雜爆 欲介的善法 行的都不夠純淨 所以善男子 事實業道富有三種 為善中下 這一段的經文是告訴我們 當我們在行十善業 或者行十惡業 你最初的一念 到最後事後的那個念頭 還有行進的 過程的那個態度 就攸關了你 這個所謂的善行惡行 它的結果 草成的 形成的結果是高跟低 前進他們問問 那十惡業難道也會這樣子嗎 十惡業也有分啊 他動機不良善有沒有 可是行進的過程 裡面他懊惱了 前面有沒有 我拿人家的錢要去做一個 做小偷 結果開始為了一己之私 跑到那個地方去了 東西偷了 偷了以後有沒有 覺得有一點懊惱 又把東西又煩回去有沒有 有啊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做事情的態度 就決定從這個善行 這個惡行裡面 我們得到的果報 他就有上中下三品 你做十惡業的話 他也有上中下三品 惡鬼道裡面也有九品聯台的啊 但是那不叫聯台 那是九種受刑的什麼 輕重不一樣而已啊 那個極餓的那個惡鬼道有沒有 你看他是連糞便都不能吃的 惡鬼道他有分 一個可以接受到人的供養的 一個是可以叫我們供養祭祀的食物 那次一等就是我們土的痰啊 他可以拿去吃的 次一等的是 這連彈連狗屎他都沒得吃的 所以能夠吃到狗屎還是福報呢 在惡鬼道某一個階級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上中下 他說或方便上根頂中乘以下 或方便中根本下乘以上 或方便下根本上乘以中 我就不用詳細解釋 上就是做的非常好 由頭到尾都是什麼 都是善心善行然後歡喜 那如果是餓呢 從頭到尾餓到底呢 那就是下瓶了 所以四十夜道三法圍繞 所謂無貪會吃 那這個十夜道就是指食善夜道 我們要去行食善夜 營造未來美好的人生 那必然是在三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做到 那這三種情況 如果眼前不具足呢 你要想辦法讓他具足 這個無貪啊 無貪無會無吃啊 就是遠離貪嗔吃啊 我們講生要有善夜的時候 生不行殺到贏嘛 口不造似惡 意不起貪嗔吃嘛 他來自於你的意念上面 沒有貪嗔吃三毒 那如果他有貪嗔吃呢 有貪會吃呢 會就代表稱呢 他就是十二夜道 那這個食善夜也好 十二夜也好 有跟戒共行的 比如說我們學到人要持戒 有的不是有的只是有沒有 他自己本身臨時起義 那或者不共戒行 可以講是說我們在行的過程裡面 他後面所衍生美好的一個結果 所謂的無作戒體的一個成就了 所以守戒六種情況 這個戒我們持不住 第一個斷扇根 斷扇根就是一禪題的意思 這個也是講他現在斷不表示說 他的那個佛性斷 這邊的善根不能解為佛性喔 就是他與人為善的那個善念沒有 佛性是沒斷的一禪題 不信因緣果報 這種人有沒有 無法無天他當然不會去做善了 第二個得二根 得二根就是男生變性變成女生 女生變性變成男生 或者他身上有男女二根的一個徵兆 這個戒就沒有了 第三個捨受命 我們受完戒以後 然後這個色身肉體沒有了 這一身就到此暫時畫下句點 第四個受惡戒 我們在這邊受了戒 我們又跑到外面去 旁門左道裡面又拜師了 他給你的是不好的戒律 譬如說當初印度不是有所謂的 狗戒牛戒嗎 這個都是不好的 那你的這個正的所謂的戒 就自動消失掉 第五個捨戒 受戒的人自己講說 我不要持這個戒了 那個戒律所產生的約束 身口義的能力就不見了就消失掉 你自己開口了 第六者捨欲戒生死 這是代表 你在欲戒受的戒 然後你的禁戒往上提升了 往上提升那個戒律的嚴謹度 就相對的也會提升了 所以你當初受的那個戒 他就不一樣了 這六種情況叫做舍戒 所以禍復收緣 有人講佛法滅食便失戒者 事意不然 他有人講 有一天這個佛法如果滅了不存在了 空戒就沒有佛法 那也沒有人持戒了 結果佛說不對 為什麼 受以不失 未受不得 只要我們曾經受過戒 我們在這個戒律的 所謂的保持上面 夠為嚴謹的時候 它會形成所謂的戒體 這個戒體 未來生理來到人世間 會讓我們依然能夠循規道具 注意到沒有 佛法滅的時候 還有一種修習人會在這個人世間學到 屁之佛裡面的 所謂的獨覺 獨覺來應運的時候 是坊間沒有佛法 他憑藉著是他過去生 激修的那個根氣 然後目睹大自然的種種的變化 他就能夠喚起自己的前程往事 他依然走到修行的路上 所以佛法滅就沒有持戒的人嗎 未必啊 他說為什麼講的 受以不失 未受不得 所以受戒有諸端好處的 所以前嫌門不要怕那個規矩 什麼叫做規矩 你做人該有的一個本分 我們一定要去立一個戒 發願說我要孝順父母 你才要孝順父母嗎 我要去發願說 我不要去偷盜人家的東西 然後我才要不去犯道戒嗎 其實五戒基本上 他是告訴你做人該有的一個品德 你不去受戒 你去違背了這些做人該有的本分 你還是要遭惡果啊 只是有那麼一個名相 會讓我們更為謹言順行嗎 比較不敢喔 在自我的要求上面 會更為的細膩 譬如我們昆道 你立青口院 你到外面去買菜 你就不可以跟人家講好價錢以後 自動幫人家去頭去尾 等下123 要不免了就百里口就好啊 然後丟了120就走了 老闆也懶得開口 他自動講 三塊錢不要了 你給他120沒關係 可是你講好的價錢呢 你不能在付費的時候 你不甘願呢 那老闆說不行啊 你三塊錢要給我 你拿了三塊錢給他 這樣你再給我一個東西 補一個 然後就從人家那個菜籃裡面 就拿東西了 這些都道界啊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在學到 不了解界的甚深含義的時候 賢賢們 這樣的畫面 菜市場不是常見嗎 昆道最喜歡這種小東西上面 跟人家在那邊的拉拉扯扯 錢到因為沒有像昆道這麼偉大 你們都很少去菜市場買菜 所以你們就不會流露出這樣的一個行為啊 所以斷牲口義惡名為戒戒 這個戒啊 戒戒很類同於我們 在儒家的聖賢經典 最容易看到一種表達的方式 前面一個戒是動詞 後面一個戒是名詞 當我們去受戒 我們發願斷自己的牲口義惡 就是不行食惡的時候 前面那個戒的是 可以防止我們不去觸犯 後面不該有的行為 這個叫做戒戒 所以根本似禪 似味道禪是名定戒 根本似禪出禪未到名無漏戒 舍生後世更不作惡名無作戒 前前面你們看看 再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應該是在九十一頁 這個根本似禪 講的就是似禪天的意思 那四位道禪 四位道禪就如同我們在讀 大聖金剛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不是跟文書菩薩解釋嗎 向虛陀還道 向斯陀寒 向阿那寒道 你還沒有到達那個禁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你的四禪 天裡面還有根本四禪是你達到的 那還有沒達到這邁向那個禪戒的 叫做四位道禪 他們持的禪叫做定戒 那初禪未到叫做無漏戒 無作戒 就是可以確保你未來生 你還依然不會像一般人一樣去犯錯 那這個原因是在於哪裡 後學剛剛有提過 你這一生持戒嚴謹 所以訊息到位了 未來生再來人世間 於這一方面的 義理上面 你就絕對不會去觸犯它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根氣很利啊 因為戒律是防非止惡 不起惡念沒有惡行 慈悲心就在嘛 所以講根氣力的人 其實就是慈悲心啊 所以小孩子都很慈悲 長大以後才會潛藏阿賴耶士的那種東西出來了 小孩子都很大方的 可是現在小孩 他就不見得 以前都不是 你要就給你吃 等你把我東西吃完了我才哇哇大哭 現在想一開始你要我才不給你啊 他是有差的 所以提醒我們 有人需要我們 一碗飯一杯羹 不要那麼吝嗇啦 中午我們來測試 中午測試沒用啊 讓你吃到飽對不對 所以這個無坐戒就是 即便你未來生沒有去受戒 那個坐體還是存在 你持戒嚴謹 那首射諸根修正念卿 見聞覺知 色身相畏促法 不生放逸明射跟戒 今天不論你持什麼樣的戒 他最終的目的 都是要我們有一顆正念 有正念在的時候 所以我們對應外在的一切的六成禁 我們要起作用 我們都不會去放縱一己之私 這個叫做射根 射根就是射受六根 不要跟隨進轉之意啊 那戒的含義是什麼 何因冤法得名為戒 戒他真正的用意有哪些 當他的用意不一樣 他所用的那個代名稱就不一樣 這邊就提到戒者明智也可以稱之為 持戒也可以稱之為智 他能治一切不善之法 故得名智 當我們持戒的時候 可以壓制住 我們所有的惡念惡語惡行 不敢隨意的行諸於外 所以戒也可以叫做智 那又覆戒者明於什麼 責愛 責愛雖有惡法性不能容 顧名責愛 責愛就是我們射了欄杆 這個欄杆很密 讓外面的東西不敢隨意的跑進來 我們持戒 就會讓我們維護自己的身口意 不容許外面六成禁 隨意侵入到我們的內心來污染我們 很像欄杆來保護我們一樣 又覆戒者明曰清涼 遮煩惱熱不令得入 事故明涼 這個戒也可以稱為清涼 稱之為良 因為當我們持戒 在淡化我思 不畏異己的私欲 起貪嗔吃三毒 沒有貪嗔吃三毒 就沒有煩惱掛愛 於是無視一身輕就覺得很自在 所以叫做良 所以又覆戒者明上 能上天至上至無上道 所以事故明上 持戒的戒也可以稱之為上 當我們持戒 隨著我們的嚴謹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中所謂的人天福報 往所謂的色戒 無色戒裡面去享天福 如果更為嚴謹就可以達到無上福提道了 所以戒也可以稱之為上 可以讓我們更上一層樓啊 又覆戒者明學 學調伏心智慧諸根 事故明學 當我們持戒就是要告訴我們 要學會去調伏自己的六根 不要隨意的 讓他隨進去流轉 讓我們自信能夠做主 所以持戒也叫做學啊 所以善男子 或是有人聚足一戒 所謂波羅提木插戒 十戒我們以五個大戒來講 殺到盈望久 你可以只持一個戒 也可以持兩個持三個 那只是我們的親口怨 是把五戒全部持在內的 注意到沒有 可是在坊間的佛門裡面 他在優伯賽界要持戒的時候 他五個戒可以選擇性 哪一些先不要持 因為他沒有把握自己會做到 你立了戒 你不持就叫做破戒 所以他寧可更為嚴謹的去對待 所以他可以選擇一戒 但是你持一個戒 就可以從那個戒裡面防耳止飛 而得到一定的解脫 一定的解脫叫波羅提木插戒 波羅提它其實也就是戒律兩個字的總稱 但是他可以解釋成很多 隨順解脫 你持什麼戒 什麼地方你就得到解脫 你不知道這個恩因 怎麼會有這個惡果 沒有那個惡果就沒有那個束縛嘛 你沒有情緣 何至於在花花世界 跟人家戒了那麼多的孽緣 要來償還 所以處處解脫 你走到哪裡 只要這個戒律嚴謹 你都不會為那個禁所束縛 別別解脫 別別解脫 處處解脫 就是你持哪一個戒 那個戒就會讓你在那個地方不造惡業 譬如說我持迎戒 我的男女關係就輕嘛 因為戒由持戒 可以達到剛剛講 步步提升 叫做最上 甚至到無露 無露的一個最高境界 成佛 叫做無等學 無上正等正絕 所以這邊是在談 這個戒裡面有沒有 持戒 可以持一個 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 量力而為啊 所以 聚二戒 加定共戒 聚三戒 加無露戒 聚四戒 加社根戒 然後聚五戒 加無作戒 五戒圓滿 就是什麼 無作戒了 你未來生有沒有 這個戒體 因為熏悉久了 他自然而然 根氣就立啊 他來到人世間的時候 他就不會被這個世界 給污染到 那個都叫做根氣 只要一接觸到 跟佛法有關的事情 他立刻就 回頭是岸 我這兩天 跟張兄一直在談 這個佛法的問題 現在的話題也只有佛法 除了佛法 也沒得說了 我就跟他提到 過去我們台灣 不是有個歌星 叫做劉蘭希嗎 你看人家的根氣好不好 人家事業在日正天的時候 有沒有 嫁了先生了 他就把他的歌壇的那個 事業給捨了 毫不猶豫的跟著先生到美國去 金錢官沒有看在眼裡了 他那個時候很聖的 什麼野薑花的回憶啊 什麼小夕啊 都是他唱出來的 到了美國去 先生是醫生 工作很忙 所以他閒暇無視到廟裡面去逛 這一逛以後有沒有 前程往事大概喚醒了 出家了 就要求先生 他要出家 情愛官就犯了 他現在一直挽留啊 雙方家長都一直在談 到底怎麼一回事兒 那個時候新聞一直報導 是不是有第三者 其實都不是 他愛上浮法 情愛官就捨了啊 你看這個根氣利不利 進到空門之後 就把人世間所有一切的虛名賈利 全放了 記者們一直要去搜索他的身影 為什麼 成為一個報刊媒體的閒話嗎 沒有任何人找到他的身影 他從最基層開始學 現在人家在翻譯佛經了 你有看過他任何訊息嗎 沒有 是真的該捨的階段 他全捨了 你認為這個人很普通嗎 我就用這個例子跟我先生講 你現在該捨的時候不捨 你就必然隱含著 這個花花世界有你的欲求在 你有這個欲求在 那你旁邊的善之士離開了 你還要去去往上提升 就很難的 因為你結的都是明文立揚的緣啊 商場上職場上都是明文立揚 是利益的結合 利益的結合 你結的是這種緣 將來來到你身邊的 都是以利 利字掛帥的 在這種前提之下 你想要不沉淪 難啊 這就是儀式觀 九世牛啊 你無漏會沒有建立啊 所以 常常我們要彼此在一起切磋琢磨 你談的內容要這些 談那些有的沒有的 你孩子你做阿嬤了嗎 你們不要跟我談這個 我那麼怪異做阿嬤嗎 我先生很乖 有沒有做阿公 我沒有 我先生常跟我談 你不關心一點嗎 我說我很關心啊 我一天天天都在讀書 你沒有看到嗎 身外的東西 該捨就捨了喔 怪那麼多做啥啊 是不是 所以什麼叫根器 我們都覺得自己好像 類似有機修 我就取這麼一個歌星 就把你打敗了 是不是 要錯一錯各位前線的銳器啊 要不然我們都以為大家自己很了不起 我們的了不起是天恩施德啊 我一直要提醒各位前線 你不要忘記天恩施德啊 我們是沾了祖師的紅十大院 天恩施德的一個浩瀚 我們才會這樣子 些微的努力 就能夠道成天上 所謂的道成天上 也不是名流青史啊 就是回到 都帥頭天的外院內院 站著繼續學習啊 你也沒有超生了死啊 金錢官放了嗎 情愛官放了嗎 這兩官都不放 你說我看破生死 你真的騙我不懂得撥撥摸摸嗎 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 用現象界耳朵目染的一些的好的行為 跟壞的行為來自我鞭策 見嫌思奇見不嫌什麼 而內自省嘛 我們見嫌愛讚嘆讚嘆讚嘆兩句呢 忘了依然顧我 然後見不嫌呢批評批評 你忘記了自己身上也有那個問題啊 也有那個盲點啊 所以好的境界 壞的境界都白來了 因為沒有帶給我們任何的啟發的作用 那將來佛法滅的時候 你來到人世間學道 沉淪的希望就很大喔 所以這個 然後善男子波羅提目叉戒 現在得定供戒中三十種的 什麼意思 他現在我們如果受這個戒 我們現在就能夠立刻得到好處 那如果定供戒呢 定供戒是你過去生有基修 這一生生而具備這樣的一個涵養 或者這一生你在受戒的時候 戒律嚴謹 所以你在未來生的時候 你還依然保有這樣的一個持戒的功能 就生而知之的人啊 所以我們要如何讓自己在現身的時候 這一生立刻得到持戒的快樂 那就是我們自我的要求 要越來越收束了 把那個我不斷的縮小 那個戒自然而然就會越來越緊密 因為一切的罪過錯 他都是由一個我私而起啊 把我放下了 就萬事OK了 感謝天安市的 謝謝各位前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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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